好,那請看 既然呢,我們現在已經做到這個last的 這邊了 那麼呢,我們現在呢,再往上加 所以我們再到motive list 按下去之後 麻煩各位找到一個一開頭的edit poly 多邊形,就是立體型的編輯 edit poly,它疊上去 有沒有 那麼它的特色是什麼呢 這個edit poly的特色是在於說 它可以把它細分 可以把一個物體啊 3D的物體細分為點,線,面 點,線,邊界,還有面,還有整體 所以呢,靠著這些細部的這些選項 可以來編輯我們所想要的東西 好,意思是這樣子的意思 好,那現在呢,我們把它疊上去之後呢 待會目標是在於這個線這裡 好,我們的目標在線這個地方 好,那麼我們所看到的 到時候呢,我們所看到的角度呢 我們是以立體的角度來看 好,我把它畫面放大 好,也就是說 待會各位呢,把這個edit poly加進來之後啊 底下麻煩你選到線 線把它按下去 然後呢,我們呢,就準備呢 要在上面這一圈啊 希望把它加一個什麼 加一個R角 加一個R角 好,那等一下我們再來看要怎麼選它 來怎麼選它 好,那麼呢 首先呢,按一下鍵盤的F4 讓它有什麼 讓它有那個線跑出來 有那個細線跑出來 喔,還分的蠻細的 等一下呢,我們再來看 怎麼樣選到上面這一圈 好,如何選到上面這一圈 好,那現在呢 我把螢幕呢,先交給各位 對,你呢,把edit poly加進來 選到邊線 選到這個edit 然後呢,我們把畫面單獨的顯示在立體的角度 然後接下來請你把這個頭放大 就是說,大概放大到像我現在這樣子 再大一點沒關係 大概像這樣子 這樣會比較快 好,然後接下來呢 我們最主要是請你著色之外呢 加上這個什麼 加上這個網線 這個網線要看得到 你才知道說你邊有沒有選到 好,那怎麼樣可以讓它有網線呢 各位,鍵盤的F4有沒有 那有沒有著色呢 是按F3 按F3可以來決定要不要著色 按F4可以來決定要不要有網線 好,那我把螢幕呢,交給各位 就麻煩各位呢 先在這邊等我一下 我從這邊繼續往下講解